各位相信大家好,欢迎回到黄祭 今天呢,我想要感谢各位支持我的朋友们 那虽然我的订阅人数还是很少 但是呢,我要来庆祝订阅破100 所以呢,我打算要来做一件好事 然后来庆祝一下这个过程 并且借由这个影片,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做一件好事,回馈这个社会吧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呢,让这个正能量,让这份爱 让这个快乐感可以一直不断的持续 就像雪球一样滚下去这样子 先来介绍这个慈善的火 这个名字叫做Skatle di Natale 圣诞的箱子 所以我今天要来化身圣诞老婆婆 然后呢,现在老公公就由马可先生来担任 我们今天要准备两个礼物箱 一个礼物箱是给小朋友 小男生 另外一个礼物箱是给小女生 这个礼物箱里面呢,网络上就是 给我们一些指示 就是说里面呢,基本上要具有这些东西 第一个,意大利文叫做 Qual cosa di calda Qual cosa calda 意思就是说可以保暖的东西 再来第三个呢,它这边写到 Una cosa sfidiosa Sfidiosa呢,它是一些零食 Una cosa di passatempo 什么叫做passatempo 其实就跟它字面的意思很像 就是打发时间 然后让小朋友就是可以在 无聊的时候可以使用它 最后一个就是 Un gentile messaggio Un gentile messaggio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温暖 一段温暖的话 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当然就不能直接在 圣诞节当天把这些东西送出去 必须要在提前 在礼拜六的时候送过去 然后刚好等个十天 然后由义工先生小姐们 然后把他们送到需要礼物的家庭 好,话不多说 那我今天会先睡饱觉 然后明天一早看完牙医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采买这两个礼物箱 所以呢 具体的状况 我们就明天见啦 那就先讲 嗨,我回到家了 然后呢 我是圣诞老婆婆黄季 刚刚呢 就在街上疯疯火火的 然后就是买完了 就是给Skatle 及Natale的礼物 然后我们分成小男孩跟小男孩 可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 箱子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两个大袋子 然后呢 真的是 在你非常充满有正能量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人一起来帮助你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呢 就是先去了买童装的地方 跟店员在咨询 我应该买几岁 几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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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时候呢 刚好发现 店员也在做这个活动 所以呢 呃 我就拜托他能不能帮我把 呃 包好的礼物呢 就是送到那个集合点 就是那个教堂 因为听说 礼拜六去的话就太晚了 因为毕竟要隔离十天左右 所以呢 呃 他就非常爽快的答应我了 大家没有很觉得今天有过年的气氛 好啦就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帮小朋友准备了什么礼物吧 找不到箱子 也没有人要把不要用的箱子给我 可以 我还是想到了方法 登登登登 有没有很可爱 请教堂 你先走 打个欺负 我先走 一定让你吃茶 吧 我先走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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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 你走 我继续 寫這個卡片的時候就是 心裡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因為 從小到大 我都相信有聖誕老公公的存在 然後 從小到大我爸爸媽媽也都 不負我的期望裝成聖誕老公公 然後每一年都給我最想要的禮物 所以 準備這個禮物的當下其實 心裡有點酸酸的 因為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 然後 也覺得對 可能不會收到聖誕禮物的小朋友 覺得很可惜 但是呢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這個世界上呢 還是有很多 愛 有很多需要關心的人 那 藉參加這個活動呢 我們也可以競爭的是微博的力量 我真的是突然有被感動到 尤其是在署名的那一刻 希望收到 這兩個禮物的小朋友們 嗯 物質不是一切 但是希望你們能夠 感受到 就是陌生人的溫暖這樣子 嗯 那也更提醒我們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身邊的人 感謝自己所有的 不要一直想我們沒有的 繼續的傳達正面的能量 然後繼續傳達的 這個溫暖跟愛 讓這個世界會越來的越溫暖 也會越來的越有愛 然後再繼續講下去 我覺得我要掉淚了 就是 那我們就 再貼上兩顆星星 我買了都買了 然後 等一下我們就去送給 童妝店的阿姨 希望她不要因為我沒有那個箱子的關係 然後就是生氣我 先這樣子啦